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讲关于鼻敏感的问题 中医认为鼻敏感并不只是鼻子本身的问题 它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内在脏腑功能的问题 鼻敏感可以因为体质偏迫 或者脏腑肺、肾、肾气、亏虚的基础下 遇到诱发因素,例如风寒血气或者是致命源时 即可诱发鼻敏感发作 鼻敏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感冒 因为这两个病症的症状其实很相似 那可以区别主要从两个方面 第一,鼻敏感主要是以鼻子周围的症状为主 它可以出现振发性的喷嚏、鼻塞或者流大量的青鼻涕 而感冒呢,它除了鼻子的症状之外 还会伴有四肢酸痛、物寒发热、烟痛、头痛等等的症状 那第二个方面呢,感冒一般上需要七到十天来缓解痊愈 可是鼻敏感往往会反复发作 严重的可能会持续发作一到两个月生活是更长的时间 一,尽量避免进出冷热悬殊的环境 二,如果知道过敏源的话尽量避免 三,注意发作其实要保暖 四,可以多在鼻根两侧按摩 五,适当的运动、增强体质 中医治疗鼻敏感可以从多方面治疗 例如中药内服、针灸和艾灸等等 那也有研究显示呢,中医要有助于改善鼻敏感的症状 也可以提高患者整体的生活质量 例如日常活动、睡眠质量 还有鼻子整体的症状等等 我们不排除有自愈的可能性 那从中医角度来看呢 这个是与体质因素有关 举例,在面对相同的环境 到处充满着尘满或者花粉的时候 你的鼻子有出现鼻敏感 但别人的鼻子却没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说明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这就是个体体质差异 鼻敏感患者多常见于脾虚或肺虚 那在患者进行治疗后 补充身体不足的地方 体质好了,身体强壮了 日后就算接触到过敏源 也能渐渐的减少发病的次数和程度 鼻敏感的话题今天就讲到这 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问题的话 请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询问 -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